邓紫棋累疯哭掉半首歌,自曝来台80次谢粉丝。 邓紫棋在舞台上累崩,图RM1,2010803.25。 邓紫棋在台一连三天举办Queen of Hearts世界学会演唱会,今25日唱好唱满最终场,但当他演唱《红抢薇白玫瑰》时,突然唱到一半颜面大哭,几乎哭掉半首歌,也让观众心疼不已。 邓紫棋先是在舞台上与台湾粉丝侃侃而谈,我真的很喜欢台湾,第一次在台湾开演唱会,是在大河岸大约一百多人的场地。 邓紫棋现在我能站在万人的场馆与你们分享我的音乐,真的要谢谢你们不离不弃的支持。 雨毕全场尖叫不已。 G.E.M.又接住说,我16岁出道,今年26岁,这十年来,我一共来到台湾80次,因为我喜欢这里,喜欢来台湾工作,吃东西,看你们。感动全场粉丝。 尤其唱到红抢薇白玫瑰时,邓紫棋更痛哭不已。 原来她太投入在歌的情绪当中,没想到泪液大爆发,驱逼她擦浅泪水说,我骨子里其实是很情绪化的,每当演唱到某种程度时,我会试住hold住不要,情绪,全冲出来。 但今晚就想试试任但觉一路往下会是如何,没想到居然哭掉半首歌。 又说,但我就是觉得必须这样,毫无保留,因为今晚坐在台下的你们,都是曾经被我音乐触动的人,我必须毫无保留。 邓紫棋在舞台上紧歌热舞,图特约记者吴正章设,20101803.25。 特别的是,邓紫棋中场安科曲很不一样,竟是选唱以孤传奇天后邓丽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,而且最令人惊喜的是,中文词唱到一半,突然转唱成台语歌词,G,E,M,自弹自唱,靠超强的记忆力和苦练,唱出标准台语,让人赞叹不已。 据悉,当邓紫棋决定演唱国台语综合版的《我只在乎你》时,就常打电话给好姊妹张云晶请教,靠近爷一字一字矫正她的台语发音,邓紫棋并将每个字用罗马拼音助记,她笑说台语真的很难,会用近似的广东话发音来帮助记忆。 她为这首《安科曲》日日夜夜练习,果然成果令人惊艳。 此外,闺蜜和超连也特别自刚飞来看她演唱会。